好关注高科技业 美国两大科技龙头 苹果和谷歌在欧洲法院的官司全面败诉 苹果要补税130亿欧元给爱尔兰政府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面呢 欧洲法院判决日刚好是苹果 心机发表iPhone16 补税的消息压住了原来的庆祝气氛 所以苹果周二股价收盘小跌 而欧盟对于苹果和谷歌出重手 展示了他们打击科技业大企业在欧洲避税 同时呢也在意垄断市场的整治决心 美国两大科技龙头苹果和谷歌 在欧洲法院的诉讼全部败诉收场 10号欧洲法院判决 苹果必须补税130亿欧元给爱尔兰政府 今天是为了美国国家和国家的公司 法院的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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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爱尔兰给予苹果130亿欧元的税务减免 让苹果在欧洲市场享有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违反了欧洲补助规则 欧盟因而提告 2011年苹果在爱尔兰的一家分公司 获利约160亿欧元 这项判决成立后 爱尔兰政府现在能够对苹果追讨5000万欧元的税金 苹果对判决表达失望 批评欧盟并非在意苹果要缴多少税 而是在意税金要缴给哪个国家 苹果也强调 他们的收入已按照国际税法 在美国缴纳相应的税款 欧洲法院的宣判 刚好与苹果新机发表撞旗 判决结果压抑了苹果的庆祝气氛 股价周二收盘小跌0.36% 苹果10号推出 iPhone 16全系列 以及新的Apple Watch Series X等新产品 顶级版的手机提供了人工智慧功能 但可惜没有引起太多的惊喜 Apple Intelligence that got most of the attention They probably said it 50 times throughout the keynote But what's interesting of course is that Apple is really good at telling the story around AI Other companies have talked about some of the same sort of capabilities in terms of Google with the Google lens and the text creation 一些市场专家认为 苹果新机在4K影音功能上的升级 让人惊艳 但其余功能亮点不足 恐怕很难催生大量的换机潮 谷歌同样 在欧洲法院踢了铁板 欧盟法院认定谷歌非法利用搜寻引擎 主导地位 让自家购物服务Google Shopping的搜寻排名提前 对其他购物服务造成不公平的竞争 法院要求24亿欧元的罚款 过去十多年来 欧盟执委会已经三度对谷歌寄出数十亿欧元的罚金 显示欧洲对打击科技产业垄断的决心 欧洲消费者团体也赞扬欧洲法院的决定 苹果和谷歌的判例 将有助欧洲对科技大企业法规的改革 避免企业游走欧盟国家寻求避税 欧盟也采纳经济合作建发展组织OECD 推动的全球最低税负制 规定境内各国公司税最低15% TVBS新闻总和报道